食物殘渣 這個應該是海薩給唐城提供食物的地方 在唐城失蹤的一個月時間裡 他應該就在這間屋裡度過 長角對放著各種各樣的醫藥以及治療器械 旁邊的垃圾桶裡還有用完藥瓶 景城蹲下身在垃圾桶旁邊 他帶起手套逐一地檢查藥瓶 頭包和抗血型以及促進骨細胞生長的藥 陸宇程猜疑地說 這些在外科手術上用藥 唐城在醫療著一名骨折患者? 景城領領頭 不是一名 從用藥的劑量來說至少有兩名 蘇錦一頭霧水了 海薩要脅唐城就是為了幫他治療? 我眉頭一皺跟著說 難道海薩出了意外? 他如果真的身體出現狀況 完全可以去醫院接受治療 沒必要脅持唐城 而且唐城不是外科醫生 很顯然還有其他原因 景城說完之後 起身環視了一圈 他的目光落在房間一角的攝像頭之上 他順著排線一直找到旁邊的房間 他退開門之後 這裡異常這麼乾淨的整潔 一張破舊的病床上鋪著雪白的床單 上面找不到一絲的接受 和旁邊房間的凌亂有著天淵之別 景城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不出聲 他的手指在身邊空白的地方滑動著 沉默了很久 他跟著說 海薩睡過在這裡 蘇錦愁眉不展地說 他關押了唐城一個月 這個在斯當案當中從來沒出現過 海薩到底想做什麼呢? 景城從床上起床 指著床邊的電視機和監控設備跟著說 海薩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 一直注視著唐城的一舉一動 我上前檢查監控設備 突然發現監控的光盤仍然在這裡 我打開電視機 將視頻的內容調回到最開始的時間 電視機畫面當中 我們看到了驚慌失措的唐城 他用力地撞擊著門槍 而且大聲地呼舊 時間剛剛好是一個月之前 這個應該是他剛剛被挾持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一個動著拐掌的人出現在畫面當中 我一眼就認出那個人 我指著他大聲地說 海薩!他就是海薩! 景城向前一步 目不轉睛地看著視頻當中的人 他的目光即時變得鋒利 我明白他眼神當中所包含的一切 有驚訝、有興奮 同時也有仇恨 追蹤了十幾年的宿定 終於第一次出現在他眼前 景城跟著說 他跟我想像當中完全不一樣 我按按頭跟著說 我也覺得是 我跟他有個短暫的接觸和交流 從他身上 我感覺不到一些堆的淚氣和邪惡 他的睿智和深沉 令我感覺到 他是一名經歷過很多故事的滄桑老者 他腳幹什麼? 我嘆了一口氣跟著說 唉 沒有左腳 而且面部有明顯的傷痕 我猜他應該遭遇過嚴重的事故 他出現在任何地方 都不會令到身邊的人多看一眼 誰想得到就是這樣一名普通的人 竟然會是惡魔 視頻當中 凱撒坐在被鐵欄杆看死的窗外面 他的安靜和房間裡的暴跳如雷的唐城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理唐城怎麼叫和質問 凱撒始終一聲不出 直至唐城精疲力竭地坐在地上 凱撒用施啞的聲音 簡明握要這樣說 這裡是一座廢氣的醫院 在一個月之後 將會被爆破拆除 因此 不理你的聲音再大 亦都不會有人聽得到 更加不會有人過來救你 封死的門窗是鐵板 你沒辦法撞得開的了 所以 你不用浪費心機熬眼睡了 這個就是你現在所面臨的狀況 一個月時間內 所以 你需要在這間病房當中度過 你… 開殺抬高手打斷唐城 我們有三十天的時間 你了解彼此 所以你不用心急 首先 我們需要互相這樣認識一下 你可以簡短地自我介紹 我…我…我叫唐城 是…是一名醫生 開殺很鎮定 完全在表情上 看不出任何情緒波動 他注視著唐城很久 然後說 好好 看來我們有了一個很良好的開始 你認識我嗎? 唐城錯愕地注視了海殺很久 忘言地領領頭 不…不認識 海殺很深奧地說 善望和無知 都是一種恩賜 能夠令一個人 活得簡單開心 在這一點上 我好羨慕你 道話時間 能夠沖淡一個人的記憶 但是對於這句話 我並不認同 相反 隨著時間的流勢 我對某些事或者人 反而記得更加清楚 唐城錯愕地問 你…你認識我嗎? 正如我剛才所說 時間就好像一把黑道 將你的樣子和名字 深刻地嚇到我記憶的深處 唐城在一面亡言 但是…但是…但是我不認識你 你到底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開實重複著唐城的疑問 用緩慢的語速回答著說 我是誰? 我只是你生命當中 一個被遺忘的過客 你知道我是誰 對你也沒有太多意義 至於名字 他只是一個符號 我有很多種這樣的符號 例如說… 惡魔、海災、或者怪物等等 唐城表現出驚惶和害怕 你…你…你…你出了什麼? 我根本上不認識你 為什麼要抓我來這裡? 除了你之外 我還抓了你的妻子 和剛剛出生的小孩 你…你…你放心 他們很安全的 至少到現在為止都是 至於安全多久 就看你的選擇了 你到底想我做什麼? 海災從容鎮定地 諸使著唐城 你要自己平靜一點 我剛剛已經告訴你 目前的情境 既然你沒辦法改變現狀 這樣就只有改變你自己 我想和你探討一些事 探討?和我探討什麼事? 西賢 唐城一外 看出她的表情 應該是未明白海災的意思 我…我…我不太明白 作為一名醫生 你認為你的職責是什麼? 救死負傷 你的回答太空凡 我一直認為 現在的醫生 決失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你身體裡 每天治療病人 就是在這裡履行自己的職責 你將它歸咎於救死負傷 但是…我不是這樣認為 醫生應該是高尚而神聖的 他們用自己的能力去挽救生命 這是一件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事 但是你便認為這只是你的工作 知道嗎? 你太缺乏儀式感 唐城不理解的問 儀式感? 你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一名醫生 而感覺到驕傲 從你看來 這只是一份職業 一份可以為你帶來社會地位 和封口回報的職業 我…我從來都沒有收取過任何病人的例子 我也都沒有違會過一名醫生的職責 不是…我沒有指責過你 我承認你是一名優秀的醫生 而且正如你所說 你盡職盡責 而且一時同仁 但是這樣不代表著 你真正領悟一名醫生的價值所在 我甚至不懷疑 你會不會記得成為醫生之前的宣誓 或者說你根本上都沒有宣誓 我又宣誓 你還記不記得誓詞的內容嗎? 健康所係 聖命相堂 志願獻身醫學 緊守醫等 唐誠背了幾句之後就停住了 看來我說得沒錯 你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的誓言 唐誠據你力爭地說 這個重要嗎? 記住幾句誓言就能做好一名醫生 是的 我的確忘記了一部分 但這並不代表著 我忘記了作為醫生救死扶傷的根本 開實一面認真地問 誓言是用來銘記和編紮自己的話語 而且是要去對應的承諾 你遺忘了自己的誓言 就如同背叛 我現在給一次機會給你重新宣誓 你願不願意記住自己的誓言 我想唐誠就並不願意 只不過他的處境和現狀 根本上都沒有給他選擇的機會 唐誠心煩意亂地摁摁摁摁 在你宣誓之前 我需要提醒你 誓言是神聖莊的 一旦宣誓就必須要去對應 所有放棄和違背世言的行為 都將會受到嚴厲的承諾 唐誠無奈地回答 我知道了 我需要你想清楚再回答 我想清楚了 唐誠難以平復自己的情緒 他照燥地在房間裡走動 話語當中透露著不滿 我們教談本來就沒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你叫我做事 難道我還有拒絕的權力嗎 開實心平氣和地反問 作為一名醫生 黑手自己的誓言 難道有錯嗎 沒錯 但是不是用這種方式 我亦都想用普通的方式 但是事實上 你的確已經忘記了我曾經宣誓的誓言 我現在重新給一次機會給你 你應該去珍惜 而不是抱怨和無事 隨便 我只是想離開這裡 唐誠心神不靈地回答 我估計 在唐誠心目當中 凱撒只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癡善佬 凱撒面無表情地望實唐誠 可能我說得有些遠傳 我嘗試盡量用直白的方式向你解釋 如果你違背了自己的誓言 我會殺了你和你的家人 本集播講完畢 歡迎大家到微博KK金剛故事 留言反饋 我們下集再說 第六卷 第124章 唐誠亭德腳步衝到窗邊 視頻當中 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他表情當中的憤怒和暴躁 他用盡全力把手伸向窗外面 幻覺的手指就像野獸鋒利的尼爪 他雙眼紅曬地露視著海鯊 嘴裡一次又一次重複著最惡毒的咒罵 他的樣子好像要將海鯊撕成碎片一樣 只不過他的手指距離海鯊重叉一點點 任旁唐誠怎麼瘋狂 海鯊始終處變北京地坐在那裡 安靜淡定地蛛視著唐誠 直至他的詩叫聲越來越小 伸出來的手也慢慢地縮回頭 唐誠重重地一拳打在場上 他意識到自己的發洩在對面的人面前一點作用都沒有 他大膽地喘著氣 我看到唐誠的表情當中 只剩下了無奈的妥協 開薩斯瓦的聲音低沉著說 準備好了嗎? 我…我…我真的不記得那些詩詞的內容 你可以跟著我背 好 我以阿波羅、阿克索及諸神的名義宣誓 我以…唐誠剛剛開口 就即時地呆在那裡了 阿…阿波羅? 這…這是什麼誓言? 開薩回答了 我說過你太缺乏儀式感 在很久以前要成為一名醫生 首先要經過一場神聖的儀式 這個時間要追溯到九月的古希臘時期 我現在幫你完成這場儀式 我側過頭來問旁邊的景成了 有這樣的儀式嗎? 景成掌握頭跟著說 阿波羅在古希臘神話當中是太陽神 同時也都被敬奉為醫神 在成為醫生之前需要向阿波羅宣誓 這個誓言是最古老的醫生信條 每一位醫生都必須遵守而且執行 我以阿波羅、阿克索以及諸神的名義宣誓 我願意以自身判斷力所及遵守這條誓約 盡我的能力遵守為病人謀利益的道德原則 並導絕一切墮落及害人的行為 無論到了什麼地方 也無論需要治療的病人 是男是女 是自由問是奴彼 對他們我一視同仁 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 竟成一字一句地背中出誓言的內容 和視頻當中海撒教給唐城的一字不差 唐城機械性地跟著海撒宣誓 誓言的最後一句令到我記憶深刻 我遵守以上誓言 目的在於讓醫神阿波羅、艾斯克雷皮斯 以及諸神賜給我生命與醫術上的無上光榮 一旦我違背自己的誓言 請求天地諸神給我最嚴厲的懲罰 海撒叫唐城跟著自己宣誓之後 他很滿意地吵架頭 你現在有資格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了 唐城的聲音透露著哀求地說 我按照你所說的做了 防止我家人 我想你理解錯了 宣誓只是令到你有資格成為醫生 現在我需要你旅行這個誓言 在你兌現自己承諾之後 我會釋放你以及你家人 兌現?你我怎樣兌現? 你最大的問題在於 你從來沒有意識和領悟 對於一名醫生最重要的 到底是什麼? 你的確在舊死扶傷 但並不是源自於你對醫生使命這樣的追求 你只是簡單地把醫生當成自己謀生的職業 你知道自己最缺乏什麼嗎? 什麼? 仁慈 這個也是一名醫生必須具備的東西 我一直都在救死扶傷 難道這個不是仁慈嗎? 仁慈是憐 是信聞 是施捨 是慈悲 在我看來 你一直沒有領悟過 怎樣才是真正的人詞 所以 我給你一次自我救贖的機會 視頻當中的海撒表現出了異常的冷靜和淡漠 唐城義憤田英地衝到海撒那裡 跟著叫 你是個癡癡佬 我根本上都不認識你 你可以放棄這個機會 但是這樣也意味著 你放棄了自己的妻子和弟弟 我剛才告訴你 他們是安全的 但是能夠安全多久 需要由你來決定 海撒話音一落 唐城即時安靜下來 他心浮氣躁地施扯自己的頭髮 他摁高頭 心吸一口氣 跟著問 怎樣建屋救贖 海撒說了 在你所在的房間中 我準備了醫藥以及器械 唐城玲轉身 望向牆邊堆滿的藥粉 他眉頭一皺 重新注視著海撒 這些藥粉 是骨科手術用藥 你… 你是否有病需要我治療 海撒回答 我不需要你治療 在你房間的檯面上 有一條鎖匙 你能夠打開旁邊的鐵門 裡面有你需要治療的隊長 我們在視頻當中 看到唐城找到了那條鎖匙 他遲了一下 還是打開了對面的鐵門 從我們觀看的角度 鐵門裡面一片漆黑 唐城在牆邊摸了半天 才找到開關 等他開著燈的時候 突然之間 裡面傳來了此起彼伏的狗叫聲 但是聲音就很微弱無力 唐城嚇了一條 等他從鐵門當中退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裡面有四隻腳 被捆綁在台上的狗 我們即時面面相隨 海撒要唐城救自己 居上是四隻狗 警成突然之間對身邊的程熙說 你出去 程熙一面亡言地說 啊? 做甚麼? 出去 警成加重了聲音 而且神情嚴峻 程熙半天都沒有回過神理 我不知道警成是突然之間搭錯哪條線 程熙很委屈地咬著嘴唇出去了 警成關門 面無表情地又重新專注視頻 蘇錦打抱不平地說了 你又做甚麼? 好滴滴的為甚麼趕程熙走呢? 警成的表情很沉重 我們接觸黑暗太久 難免會被黑暗所侵蝕 但是程熙就不一樣 他還相信這個世界是美好的和和善的 就算是他一厢情愿的幼稚和单纯 但是我也希望他能够保留着这份美好 我不想他见到抹杀他纯真的东西 这些东西会成为他一生的恶梦 我们忘言地对视着 什么东西 景盛沉默不出声 只是望着视频表情更加严峻 里面是狗 视频当中唐城惊慌失措地对着凯莎说 凯莎更加准确地描述着说 是死只剔断了狗 你需要救治的就是他们 我是帮人医病的医生 你刚才刚刚才完成船势 作为一名医生 你应该一事同人地对待任何需要你救治的生命 生命是不分高低贵贱的 不理是人还是渺小的刘毅 每一条生命都是尼足珍贵 你需要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拯救这四只危在单值的狗 唐城无可奈何地翻转头 望着眼铁门里面 受伤的狗发出痛苦的低鸣声 似乎为了争处速迫在挣扎 越是用力刮斥地方疼痛 令到他们哀嚎声就越大 我为你准备了一场救赎 作为一名医生 救死扶伤是你的天资 你需要在接着下来的一个月里面 医奥这四只狗的断脚 以致来证明你真正领悟到做医生的职责 救赎的名字叫做仁慈 现在也是你展现仁慈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 可以实意味深长地说 救治生命还来都没有简单 但是你必须把握住救赎的机会 如果一个月之后 你能够治好他们 那我就放你和你的家人走 我不只望你能够相信我 但是我的确是一个遵守自己来源的人 而且现在的状况下 留给你的机会也不多 海莎用一种很平实 但是令到唐城没办法抗拒的语调 告诉他 唐城试探着问 如果我没有医好呢 海莎一本正经地对唐城说 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称我为恶魔 因为我在这里做着和恶魔相同的事 我一向都喜欢杀陆和死亡 在今为止我都记不清楚我到底杀过多少人 对于我来说 这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字 唐城的嘴角抽搐着 估计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铁窗外面的海莎 真的会这么冷酷无情 他用不太确定的眼神看着海莎 我…我真的不认识你 苦心自问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你…你是不是认错人啊 海莎拿出一件事 很吃力地站起来 咳咳咳咳地来到铁窗的前面 然后把那件事递给唐城 唐城看了一眼 他的表情更加疑惑了 学…学生证? 你…你怎么会有我大学时候的学生证的? 海莎重新地坐下 不…你…我并没有认错人 唐城惊讶地躲下头 思索了很久 他还有一面忘言 那时候我刚刚考到医学院 二…二十年前的事 当时我只是一名学生 不…当时的你已经入了学 已经宣誓过医生的宣言 可惜你没有握手自己的誓言 我…我当时只是学生 根本上都没有资格治病狗人 你…你是不是和我有什么误会? 我都希望是误会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海莎的神情透露出了一丝的默言 但是很败罪 又被深沉的阴挖所取代 他继续说了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考虑这些 完成我为你安排的救赎才是最重要的 靠你所掌握的医术 去拯救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我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只要在一个月里面 你能够医好那四只狗 我会放你们离开 记住 是医好四只 少一只都不行 如果你没有完成这场救赎 我会当着你的面子 亲手杀死你刚刚出生的小孩 然后就是你妻子 最后 警察会在这里找到你们一家三口的尸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到微博 KK金刚故事 留言反跪 我们下集再讲 第六卷 第125章 唐城就算再不情愿 最终还接受了凯撒救赎的游戏 后面的视频内容 记录了唐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切 在宅小房间里面 唐城除了帮四只狗医治脚伤之外 剩余的时间都在煎熬当中等待度过 凯撒每天都准时地出现三次送来饭菜 但也都再没有和唐城有过任何的交流 看着视频的进度条 我心里面不免产生疑惑 凯撒每一次行空 都会被受害者一次懺悔救赎的机会 但从未有人能够从凯撒的所谓救赎当中逃生 但这一次就不一样 凯撒被唐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医好了四只断脚的狗 而且提供了充足的药物和医疗器械 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手术医生来说 这个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最后的结果 我跟着快进视频 时间来到了唐城被囚禁的最后一天 画面当中 凯撒又坐在窗外面 我医好了他们了 一月之后的唐城 已经不再好像最开始那么急躁 他似乎好像凯撒所说的一样 在改变不到现状的时候 只有改变自己 唐城的声音透露着卑微的乞球 凯撒心满意足地闹着 是啊 你旅行了自己的天城 他按下手里的遥控器 房间当中另一堂铁门打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的是抱着唐宅的借有勇 一家人抱在一起喜极而入 唐城转转头望向凯撒 你…你说过? 凯撒指着他身后的门 接着说 我不会食言 承诺过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从这里就可以出去 唐城带着家人 头都不会这么快步离开 我看着唐城一家消失在画面当中 我一时之间很诧异 难道凯撒真的放他们走? 视频里面凯撒始终没动静 他坐在椅子上好像座山一样 过了一会儿 明明已经离开了的唐城和他家人 竟然又重新出现在画面当中 唐城躺在抱着婴儿的借有勇身前面 他震腾腾地向后退 视频里面 我能够清晰地看到唐城和借有勇的表情当中 惊恐和害怕 他们目不转睁地望向铁门里面 唐城随手地拿起一把手术刀 他拿着刀的手已经震得很厉害 好像在铁门的后面 他们见到鬼一样 直到一家人站在长角那里退无可退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只整身黑毛的狗 带着红色的胎出现在画面当中 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 我心里猛然一惊 出现的狗应该是海撒叫唐城医好的那四只狗 之前的视频里面 这四只狗一直被绑在手术台上接受医疗 从视频拍摄角度看不到全貌 现在这四只狗的全貌露了出来 一时之间 我都不敢确定到底是什么狗 每一只狗的体格都很高大 目露空光 形态非常凶悍 翔翔的蜜 裸露在外面 伴随着它们急速的呼吸声 不断地伸缩 四只狗将唐城一家团团团围住 看体型 完全不是尋常的狗 更加像四只凶残的野兽 但是每一只都瘦骨轮迅 似乎很长时间都处于饥饿的状态 你…你说我放我们走的 唐城一边举手术刀 一边愤怒地苛斥着海撒 海撒面无表情地回答 是啊 我答应过去放你和家人走 事实上 我兑现了承诺 只不过是你自己选择回来的 但是…但是这些狗… 我都会有很多事 我都会对小伙子 我都会把你输得到 我都会想到 我都会想到 你我都会想到 我都会想到 你这一点 我都会想到 你了解 你了解 我都会想到 你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